金門撞船事件造成兩岸爭議 澎湖漁民發現青梅海域十八後 出現了一艘越界作業的大陸漁船 但一連幾個小時都不見海巡舰艇逗場 有漁民因此質疑 是不是因為時機敏感 海巡自我限縮 不敢執法 大陸漁船十八號一早九點多 就出現在澎湖青梅南方七海里附近 越界作業了好幾個小時 都不見我海巡舰艇 澎湖漁民懷疑 是不是因為金門事件發生後 海巡執法自我限縮 實際上澎湖海域出現大陸漁船 越界作業根本就不是什麼新鮮事 對岸漁民經常滿載漁獲 才肯調轉船頭打到回府 漁民希望海巡執法 千萬別受到金門事件影響 應該是不會啦 你可能跟金門家那裡 你以後有人自報他就去刺激了 是是是 哎呀 新鮮沒那麼順序 那個區域都沒得到他 他沒得到刺激了 只要漁民有報案 他們主動發現了通知我們 我們一定會去處理 而且我們是堅定執法的立場 是是 不會因為那個事件有所退縮 或者是改變我們執法的立場 由於大陸漁船海上作業 很容易破壞海洋生態 讓澎湖漁民非常反感 海巡署強調 目前海上執法一如以往 絕對沒有任何轉還空間 同時也呼籲漁民 發現陸船越界立刻通報 海巡艦艇將會盡速到場 嚴正執法 記者林基彤 澎湖報導